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修道院的院长嬷嬷一直在等候着歌风老伯 当歌风老伯见到院长嬷嬷的时候 院长嬷嬷抬起眼睛说道 哦 您来了 歌风老伯 是我叫您来的 呃 我来了 尊敬的嬷嬷 哦 我要同您谈谈 哦 我也有点事 要跟十分尊敬的嬷嬷谈谈 哦 您要向我反映什么情况呢 不 我有个请求 哦 那好 您说吧 是这样的 院长嬷嬷 我有个兄弟 哦 我那兄弟年纪可不轻了 哦 如果这里愿意要的话 我那兄弟可以来跟我住在一起 帮着干活 我兄弟可是个出色的园艺工人呢 他能给修道院出大力气 那干活比我可强多了 否则的话 如果修道院不要我兄弟 我作为兄长 感到身体垮了 这干活也力不从心了 我只好对您说句对不起的话 只好离开了 我兄弟身边还有个小姑娘也要带来 在修道院里培养她信奉上帝 也许有一天谁说得准呢 她也可能会去当修女的 院长嬷嬷没有再讲什么 她起身走进了隔壁的房间 隔壁是会议室 参室嬷嬷可能聚在那里了 歌风老伯独自留在了接待室 大约过了一刻钟 院长嬷嬷回来了 她又坐在那张椅子上 歌风老伯 明天就把您的兄弟带来吧 哦 告诉他 把那小姑娘也领来 歌风老伯几乎花了一刻钟 才回到圆角的破屋子 这时候 可塞特已经醒过来了 然阿让让他坐到火炉边 但歌风老伯进屋的时候 然阿让正指着园钉 挂在墙上的碑楼 对可塞特说 好好听我说 我的小可塞特 我们必须离开这房子 不过我们还要回来的 就能安稳地住在这儿了 这里的老爷爷 要把你放在那里面背出去 你在一位太太那儿等着我 我好去接你 你若是不想让德纳迪太太抓回去 就千万听话 一声也别坑 可塞特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然阿让听到歌风老伯推门的声音 他转过身来去问 哦 歌风 怎么样了 全安排好了 就是一点没有安排好 我得到允许让您进来了 可是先得带您出去 才能令您进来 就是这一点让人伤脑筋 小丫头的事都好办 哦 您背着可载她出去吗 是啊 不过她答应不出声了吗 哦 这个我敢担保 可是您呢 玛德纳先生 在焦虑不安的气氛中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 然后歌风老伯嚷嚷道 您从哪来的 再从哪出去不就得了 能不能再翻墙 然阿让还像头一回那样 只回答了一句 不可能 歌风嘟嘟囔囔地说道 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还有一件事叫我不放心呢 我说了往里面装泥土 可是我想不装尸体而放泥土 那不一样 这办法不成呢 这泥土在里面会移动会乱窜 那些人能感觉出来 哦 你明白 玛德纳先生 那政府会发现的 哎呀 真是见鬼了 您怎么出去呢 哎 要知道明天全得办妥呀 明天我要带着您来 院长等着见您呢 于是歌风老伯向喊喊解释 这是他 也就是歌风 为修道院效力所得到的报偿 协助办理丧事是他分内的事 他要盯上棺木 帮助掘木工葬到墓地 可是 今天早晨去世的那位修女要求 把他装炼在他平日睡觉的棺木里 葬在礼拜堂的祭坛下面 这是违反警察条例 这是违反警察条例的 而对他那样一位死者 别人什么也不能拒绝 院长和参事摸摸 决定执行死者的遗愿 管他政府不政府呢 他 也就是歌风 要到太平间 去盯上棺木 到礼拜堂 去翘起石板 将死者下葬到地窖里 院长为了酬谢他 同意他带兄弟进修道院当员工 带侄女来祭毒 他兄弟就是玛德兰先生 他侄女就是克塞特 院长对歌风老伯说 等明天到墓地贾安葬之后 傍晚把他兄弟带来 然而 玛德兰先生 不掀在外面的话 他就没法把人 从外面带进来 这是头一个难题 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那口空棺材 然而让问道 什么空棺材 就是政府部门的棺材 什么棺材 什么政府部门呢 是这样的 玛德兰先生 一名修女死了 市政厅的医生来检查 然后说有一名修女已死 这政府就送来一口棺材 第二天 再派一辆灵车和几个绝木工 将棺材抬走 运到墓地 那些绝木工要来 要抬起棺材 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啊 那 放进去点东西吗 放进去个死人 我没有啊 不是 那放什么 放个活人 什么 活人 我呀 我呀 您 怎么 不行吗 您不是说了吗 哥风 受难摸摸死了 可以把我 装进去 事情 就这么办了 您开玩笑吧 您讲的不是正经话吧 非常正经 不是 得从这出去吗 那当然了 我不是跟您说过 也给我找一个碑楼 和一块油布来 那又怎样呢 哦 碑楼将是松木做的 油布呢 是一块黑布 首先呢 那得是块白布 埋葬修女用的 白色链布 哦 白色链布 也行 哦 我的天哪 您这人真不一般 马德兰先生 哥风啊 关键 是从这里出去 又不让人瞧见 这 就是个办法 不过 你得先把情况告诉我 事情是怎么安排的 那口棺材 停放在哪 那口空的吗 对 在楼下 就是在所谓的太平间里 停放着两个木架上 上面盖着链布 那口棺材有多长啊 有六尺 那太平间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底层的一间屋子 对着园子有一扇安了铁条的窗户 窗板要从外面开合 有两扇门 一扇通往修道院 一扇通往教堂 什么教堂 临街的教堂啊 大家都能进去的教堂 您 有那两扇门的钥匙吗 没有 我只有 连修道院那扇门的钥匙 通往教堂那扇门的钥匙 掌握在门房的手里 门房 什么时候 开那扇门呢 殡仪馆的人抬来棺木的时候 才开门放进去的 这个棺木一抬走啊 这门重新又关上了 谁来定棺木的 我定 谁来干练布的 我盖 您一个人干吗 除了法医以外 男人一概不准进太平间的 这一点 甚至写在墙上 好 今天夜晚 等修道院所有人都睡下的时候 您能把我藏在那屋里吗 不能 不过 我可以把您藏到通太平间的 一间小黑屋里 我在那儿放下葬工具 还掌握着钥匙 好 明天几点 灵车来运棺木 约莫是下午三点天快黑的时候 在弗吉拉尔公路下葬 那地方可不近啊 好 我要在工具房里 躲一整夜和一上午 好 那么吃饭 我会饿的 我给您送吃的来 下午两点钟 您就来 把我钉在棺材里 这可不行 你听我的 拿个锤子 将几根钉子 往木板上一钉 就行了 在让让看来 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然而歌风老伯 就觉得闻所未闻 让让一生 艰难险阻 是过来人 当过囚犯的人 都有一套技巧 能按照越狱途径的尺寸 缩小自己的躯体 让人把自己定在木箱里 像包裹一样运走 在箱子里 尽量延长生命 缺少空气 也要找到空气 连续几小时 节省呼吸 善于避气 而不至于死去 这是嚷嚷的 一种可悲的才能 歌风老伯 稍微地定下神来 高声地说道 可是 马德兰先生 您 怎么呼吸呢 我能呼吸 就在那箱子里啊 哎呦天哪 只要想一想 就喘不上气来 您 一定有螺旋钻吧 在靠近我嘴的地方 钻几个小洞 您定盖板的时候 也不要定得太死 那好吧 可是万一 您要是咳嗽 或者打喷嚏呢 要逃命的人 人不会咳嗽 也不会打喷嚏的 歌风 你要拿个准主意啊 要么在这里被人逮住 要么 接受 有林车 带我出去的办法 歌风 歌风老伯 生性就是 做事 畏首畏尾的人 但是 他看见 让让如此镇定 也就不由自主地 服了 嘴里 还咕弄了一句 说老实话 还真是没有 别的什么办法 歌风 我唯一担心的事 就是 到墓地 会发生什么情况 不 马大雷先生 恰恰这一点 我一点也不担心 您有把握 出得了棺材 我就有把握 让您出得了墓穴 那个埋葬工人 那是我的朋友 又是个酒鬼 叫 麦斯田老爹 那个老家伙 见酒没命 埋葬工 把死人 放进墓穴里 而我呢 把埋葬工 放进我的兜里 那里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让我跟您说吧 我们在天黑之前 离关门 还有三刻钟 到达墓地 林车 一直驶到墓穴旁边 我跟到那 那是我分内的活儿 林车停住 兵役馆的人 用绳索套着棺材 将您放下去 神父念了道词 画个十字 洒了圣水 然后就溜了 只有我 留下来陪 麦斯田老爹 跟您说了 那是我的朋友 他是很爱喝酒的 当时 如果他还没有醉 我就对他说 趁好木瓜酒馆 还开着门 去喝一杯吧 我就带他去 把他灌醉 麦斯田老爹 灌不了几下 就要醉倒的 他每次开始喝酒 就有几分醉意了 我把他撂倒在餐桌下面 拿着他的公卡 回到墓地 抛下他 一个人回去 这样 您就只同我打交道了 如果他已经醉了 我就对他说 您走吧 这活我替您干了 他一走 我就把您 从坑底里拉出来 人阿让伸过手去 歌风老伯扑上来 歌风老伯 以乡下的那种感人的热忱 紧紧地握住了 人阿让的手 歌风 就这样定了 肯定会非常顺利的 是啊 但愿便发生意外 万一出点事 那就不堪设想了 第二天 太阳偏西的时候 一辆老式灵车 行驶在曼恩大道上 寥寥地过往行人 摘下帽子 灵车上画了枯萝 筋骨和眼泪 里面装着一口棺木 盖着一块白色的练布 练布上 平放着一个黑色的 大型十字架 好像一个高大的死人 垂着两条胳膊 后面跟随着一辆 步棚四轮马车 只见里面坐着两个人 身穿白色发袍的神父 和头戴红色瓜皮小帽的 唱诗童子 两名殡议馆的人走在灵车的左右 他们身穿黑色箱边的灰制服 后面跟着一个身穿工装的瘸腿老人 这一队列正朝着弗吉拉尔公墓行进着 那个老人衣兜里露出了一个锤子饼 一根冷脆钢凿刀 以及一把铁钳的两个把手 在巴黎的公墓中 弗吉拉尔公墓十分的独特 还保存着特殊的习惯 正如这个区的老人 还认准老字眼一样 管墓地的大门和侧门 叫跑马门和人行门一样 我们已经提过 小皮克扑斯的圣贝尔纳 本赌会修女得到许可 单独画出了一块墓地 并在傍晚下葬 那块地从前就属于修道院 正因为如此 那个墓地的埋葬宫 在夏天黄昏和冬天的夜晚 还干活的时候 必须遵守一条特殊的纪律 当年巴黎各公墓 都在日落的时候关门 这是市政府的一条规定 弗吉拉尔公墓也不例外 跑马门和人行门 是并排的两道铁栅门 旁边的亭子 是建筑师佩洛奈建造的 里面住着墓地的看门人 一道太阳 在残废军人院的圆顶后面 消失的时候 那两道铁栅门 就刻不容缓地关闭了 假如哪个埋葬宫耽搁了 关门的时候还在墓地里 那他只能凭 殡议管理处发给的埋葬公卡 才可以出去 门房窗板上挂着一个 类似信箱的木箱子 埋葬公将公卡投入箱内 门房听见公卡落下的响声 便拉动绳子 人行门也就打开了 埋葬公如果没带公卡 就得报出姓名 门房有时上床入睡了 还不得不起来 等认清了埋葬公 才能拿起钥匙来开门 让埋葬公出去 但是要收十五法郎的罚金 这个公墓不合规定的土政策 妨碍了统一管理 因此过了1830年不久 也就取消了 蒙巴纳斯公墓也称东墓地 取代了弗吉拉尔公墓 也接收了他那位于 幽冥两界之间的著名酒馆 酒馆构成的墙角 一面对着酒客的餐桌 另一面对着坟墓 上面有一块木瓜图案的木板 这便是好木瓜酒馆的招牌 可以说 弗吉拉尔公墓是一块凋壁的墓地 渐渐废弃不用了 里面处处发了霉 将花卉都挤走了 市民都不大考虑葬在弗吉拉尔 那阴宅显得太寒酸了 拉雪兹神父公墓 那儿可是好极了 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 就像是配置了红木家具 一看就有华贵的气派 弗吉拉尔公墓是一座古老的园子 树木是按照法国旧式园林栽植的 一条条笔直的林荫小道 加护着黄阳侧摆和东青 夜晚一片凄凉 景物的轮廓阴森恐怖 那辆白色练布黑十字架的灵车 驶入弗吉拉尔公墓林荫道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落下去 跟在车后的那个瘸腿老人 便是歌风老伯 受难摸摸安葬到祭坛下面的地窖里 可塞特转移出去 然而让潜入了太平间 这一切都毫无阻碍 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歌风老伯一瘸一拐 高高兴兴地跟在灵车的后面 他的两个秘密 两个孪生的阴谋轨迹 一个同修女合谋 一个同马德兰先生合谋 剩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一如反掌了 两年来 他灌醉不下十次 那个埋葬公 那个肥胖的老家伙 忠厚的麦斯田老爹 歌风老伯摆弄麦斯田老爹 怎么摆弄怎么试 怎么别出心裁 随意地给他戴什么帽子都行 麦斯田的脑官 扣上歌风老伯的帽子 就这样 歌风便万无一失了 车队驶入通往公墓的临音路 歌风老伯喜滋滋的 他瞧了瞧灵车 搓着两只大手 自言自语地说 这真是一场恶作剧啊 灵车戛然停下了 到了铁栅栏门了 要出示埋葬许可证 闭义馆的人和公墓看门人来交涉 交涉总要耽搁两分钟 而这功夫 一个陌生人走到临车的后面 他挨着歌风 站住了 在内蒙 人之间的 一本就这些歌声 可证 在内蒙 一本就停下来 北京 在内蒙 这种歌声 呢 呢